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第二節的《向左網》 剛才我身邊的蔡小姐說過 其實她一直都有一個很恐懼的心理去參與這個行動 但其實她一直都沒有放棄過 我就想問一下 譬如言華 你會不會都是會害怕那種心理 還是其實你一直都是很決定去參與這些行動 其實沒有害怕 真的沒有害怕 因為其實每次我自己參與的一些社會運動 其實都會有跟一個團隊去談 我們去到會做些什麼 還有要達到一些什麼目的 是很清楚知道去到場地會做什麼 然後就盡情去參與 變成在這種情況下 反而是不用擔心說不安全 因為很清楚自己要做到一個怎樣的效果 達到那個目的 而不需要擔心自己會受傷 因為我不是去做烈士 我是要做到大家談好了那個目的 譬如如果那天談好了 這件事是要令到更加多人關注 又或者這件事是要令到政府 如果有關的官員肯出來承認責任的話 那就達到目的 在這個過程之中 用一些什麼方法 那些也都談好了 所以每一次其實都是很清晰去做什麼 我自己很少是因為突然間爆發一個情緒 然後就去找一些缺口 爆破位 突然間有一些很情緒化的表現 我就不會 譬如說回這次去深圳投案 其實你們本身希望收到什麼效果或者目的 其實我們一行21日 去到羅湖的關口 其實目的就是要接觸到中國的官員 去跟他們說我們全部都有簽零八憲章的 也都願意跟劉曉波共同進退的 希望他用一種合乎中國司法制度的方式 去審訊我們也好 暫時關押我們也好 希望做到這個效果 而我們這樣上去 也都是 為什麼會都想有人知道呢 其實因為不單止我們簽了 其實香港有很多人簽了 包括有很多議員或者社會上的精英 他們都簽了 但是他們可能基於很多人送未必會 好像我們這樣 願意去做一個這樣的行為 我們希望我們這樣去動 不單止我們去了這樣做 而且是有一個連繫 就是告訴他們 咦 我們都這樣做了 還有希望就是看一下 既然你覺得中方那邊覺得劉曉波 透過司法的制度下是有罪 我們都有罪 那為什麼不治我們香港人的罪 那會不會是一些選擇性的執法呢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希望還劉曉波一個清白 或者也都迫使中方有一些壓力去釋放劉曉波 嗯 其實譬如 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你當日整個情況是怎樣 或者你遇到什麼問題 其實當日整個情況就是 我們順利地過了香港的海關之後 我們就因為我們談好了這個形式上面 希望是我們一個團隊 亦都是共同進退的 有一個過不了去中國那邊的海關 我們都是不會過的 這是我們的公式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些黑色的索帶 將每一個人連結在一起 這樣一條隊 而且因為我們去到一個羅湖這麼公共的地方 亦都想我們做這件事 是希望有其他市民知道看到的 我們就有一個罪狀牌在我們的背部 寫著我們簽署了我們的白憲章 我們在羅湖那個免稅店那裡 就借用了它的地方去做這件事 然後到整裝待發 我們就由免稅店的位置開始出發 因為我們扣連著 所以我們走得很慢 但是沿途我們都有叫著口號 就是槍208憲章無罪 立刻釋放劉曉波 立刻釋放維權人士 這些口號 一直走 一直走 其實已經是覺得那些警察 一早是好像 預料了你們 嚴陣以待 兩排都開了 二十多個以上 在我們旁邊很緊張 我們不要管他們 照樣走 但是走到去 其實還在羅湖橋的中線 香港那段 我們還沒到達那個中線 忽然間就有一些疑似 中國那邊的執法人員 但是有些好像是穿深藍色的制服 但是有些是穿便服的 皮褲之類的那些 是突然間衝了過來 就強行想扯走我們 頭那三位成員 那時候是很混亂的 其實他們不是只是 搶頭那三個的 也有一些已經去到我的後面 去試圖分開我們 和扯走我們的罪狀牌 結果他們使用暴力之下 我們有三位的成員 就被強行拖了過去 中國那邊境那裏 那三個是那個隊裏 另外有一個是我們的攝影師哥哥仔 他真的是哥哥仔 十六歲 都被粗暴地拉過去 另外就有兩個明報記者 還有三個圖人 有三個圖人 那三個圖人 純粹是一個拿著一個PSP 一個拿著 因為八個人 拿著手提電話 舉出來 另一個是一個印巴籍人士 他們全部都拉去中國的邊境 然後我們眼睛看到的就是 他們是有枯頸 以及將他們完全按在地上 也悄悄地拖走了 我們當時定點在原位 立即是有要求香港警察 找回那些人 首先那些是什麼人來的 解釋那些是什麼人來的 他怎麼可以闖入香港境內 搶走我們的人 警方有什麼幫到我們 警方是表示他沒有什麼可以幫我們做到 他說要是你們報案 才可以幫你問那些是什麼人 但是當時 其實在一個這麼混亂的情況下 我想那裡是香港境內 他們是完全沒有任何想幫的舉動 手是垂下的 眼睛盡量是 看不到 我們也有攝影機拍到這個情況 於是最後我們去了報案 其實警方也說 沒有任何實質的程序可以幫我們做到 只可以幫我們聯絡回大陸 看看我們的同伴是否安全 就是這樣 多謝兩位跟我們分享 其實當日整個環境是怎樣 可能我們透過傳媒都未必知道 其實當日整個情況是怎樣 我希望下一節可以大家說一下 其實主流媒體怎樣報導他們這件事 還有他們怎樣可以把這件事的真相 其實告訴大家 下一節再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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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